已经确实冲击到了零售服务业了 口袋构深的店家趁机由租转买店面 包括了生衣酒商还有连锁超商呢 看准了北市商圈衰退 店面空置率攀升 他们积极的溢价逢低布局进场 从原本的房客现在要变成房东 东区黄金地段巷子里贴满招租看板 满满的空店面见证景气寒冬 其中猪脚招牌高挂很明显 但屋内成设几乎清空 原来业者退租后 店面空置超过两年 最近传出原本在二楼制产的东区执法教父 大手笔买下一楼店面 预计打通上下两户拓展事业 布医师一直长期来都在东区 就有开设医院执法的医院 那他将来做一个最高端的一个 顶级的一个执法的美容中心 那就是在这个 他就把这一个空屋把它构下来 整个我们关屋里面的话 大概在这边有做 我长期有做一些医美的 包含一些餐饮业的 直接把店面买下 大概有一成左右 开除房东展现霸气的 还有生意业与酒商 分别在重庆南路与长安东路 买下成租店面 用作展店规划 或是增加办公室空间 为低迷市场注入强新增 这个店面的价格算是很便宜 大概等于是高峰期 大概近一半左右 那我觉得危机路市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然后当然还有后期他们可能自己自用的规划 因为在那边等到如果景气整个反转之后 你要再买点的话 可能要买的机率也不高 所以先买 他如果现金是足够的 先买是一个很大的策略考量 超商霸主也赶上邮租转买潮 实价揭入今年三月 以总价1.6亿元 买下邻近总部的店面 省下每个月17万租金 赚取金店面增值空间 三零新闻